小姐你夾到我的手了 东区街头有民众目击 园警的手竟然就卡在小客车车窗里头 但驾驶就坐在车里不为所动 迟迟不肯配合园警调查 园警好声好气要他先把车窗拉下来 但夫人百般推托 玻璃市大人忍无可忍出手拍打车窗 甚至拿出警棍准备破窗 旁边两名园警也准备掏警棍戒备 就怕夫人做出不理性的举动 赶紧全程搜正 现场还有近十名的园警在场待命 差点快打部队也出动 到底夫人是在怕什么 原来夫人是因为倒车的时候 不慎撞上黄牌机车 自己却没有发现肇事逃逸 被骑士沿路追赶还找来警察 没想到警察来了 他还用车窗夹住远警的手指 双方僵持了五分多钟 搞到警察的指头都红肿了 才从后车门将夫人给拉了出来 当场被逮捕夫人还是不安分 拼命扭动身体又挣脱 远警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连拖带拉才把他带回派出所 真是臭泰白出 记得谢耀登 宋香林 台北报道 结束了